生肖舌鼠舌的人生来时自带财气 一生都会得财神爷的保佑 从来都不显示缺钱花的时间 情侣中只要显示一人鼠舌 那么生活时不差上哪去 11月25日26日27日财神爷找上门 三天多次横财爆发 财运亨通 夫妻赚起钱来爱得很 轻轻松松时会赚个盆满钵满 再也不用愁眉钱花 小生活过得显示资显示味 生肖虎属虎的人为人做事非常的有能力 有骨气 11月25日26日27日财神送旺财 横财天降 钞票如雨 吃香喝辣 你们的事业和财运飞速向前发展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你们打下江山的人 因为那些人是你人生的贵人 在遇到任何大事的时候 因为有了他们就能够摆脱困境 迎来幸福之花 只要你们注意身边的人 注意身边的事 就能够保持财运 步步高升的 稳步向前发展 所以属虎的人 做人不要高调 规避好自己的人生 才能够春光 灿烂幸福无边 生肖即生肖属鸡人 11月25日26日27日财神也找上门 三天多次横财爆发 属鸡人便会迎来新机遇 本月经望助力 使自己能力有大幅的提高 任何困难都能轻松地得到克服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 今日到我家 属鸡人事业将开启一路绿灯 未来前程似锦 好运不断 生肖兔属兔的朋友 等到了11月25 26、27日出纳官 有福禄天魁吉星庇佑 告别早前一段时间 横财运真的很一般 工作累赚得少的状况 待机遇一到 喜鹊门前叫 假若抓住这次好运 到时候经营长不停 幸福来敲门 同时对于少数属兔的朋友来说 可能是大运引领桃花 有些朋友桃花运翻倍掌 对于单身的人而言 倘若想早日寻得真爱 应当多找机会跟对方相处 用户评论